2022年各行各业薪资比一比 大陆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 还是资讯业最赚钱 年平均工资是11万4029元 最高的仍然是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这数字和台币约41万 比起台湾劳工年平均薪资67万 还有段距离 数据显示 大陆IT产业年平均薪资突破21万台币 和台币94.4万 排行第二的是科学研发跟技术行业 再来是金融业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业薪资增速15% 是增幅最快的行业 相比之下 去年心情最差的是曾经风光的房地产业 以前都是在高空作业 现在我们就从室外就变成室内了 肯定更安全 劳动力投入方面大概要减去50% 虽然大陆媒体高调宣传智慧型造楼机既安全又节省人力 但在整体行业发展停滞 又有地产巨头接连爆雷的情形下 房地产业成为这次大陆官方列举的19个行业中 唯一薪资下滑的行业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虽然2022年各行各业多半都有加薪 但增长幅度比往年收窄 TVH官叶俊宏庄志伟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